江西民间歌手红衣大叔自两周前一曲《司马南你在哪里》热爆网络之后上周三 将其星座你是人还是妖上传多个视频网站但均被屏蔽 歌曲嘲讽教育部长袁贵人不久前对学生提出的 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等三个绝部歌曲铿腔有力 脱了西装才知笑你是墨还是刀放开橡皮就知道 孩子是寻意不语就是强奸一枚黄应是教育长年高拖欠工资装鸭棒 新作派来挑战旁边当车负责量 胸能归乖是修持赶紧下课滚回家 也是人黑还是妖上传多个视频网站 马里花皮全是香 也是糖还是棒 高山吃山干过山 只欲经上讲清楚 群众监督要解放 一时侧轮干倒开 一周万年远死开 西方墙 我个后 对外开放过此墙 无论自己勾柴 赶紧下海 回老家 回老家 李磊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这首歌前几天推出来的吧 上传了但是我发现那些网站 国内的网站都拒绝播放 我宣传了腾讯视频网站 然后等了一下 最后一个回帖吧 回帖就是说未通过审查 后来我就转的酷油 上传了有好几个网站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日前提出 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教材 进入中国课堂 绝不允许各种诽谤党的领导 抹黑社会主义言论 在课堂大行祈祷 以及绝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 泄怨气把不良情绪传给学生等三个 绝不引发高校师生和社会舆论热议 而中国官方媒体近期连续针对西方价值观 和公共知识分子进行批判 李磊说 目前网民对原贵人的批评很尖锐 这关系到中国的思想解放 原的言论 对中国长远的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 具有很负面的毒化作用 在大师大飞的问题上 民众不能容忍这位教育部长对思想的亵渎 要严肃批判 所以创作了这样的歌曲 他说 湖北网络作家刘一鸣周二对此表示 因为我看原贵人 有些人是逆挺 有些人是特别反对 现在因为控制舆论 所以对于支持原贵人的声音 就一概放行 对于反对的声音就一概给频率掉 所以洪一大叔做的这首歌 没有被通过 不允许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播放 经常是在预料之中的 近日官媒大挺原贵人其声势至大 甚为罕见 人民网星期一报导 当天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建 在做客该网时 立挺教育部长原贵人 日前提出的三个掘布 认为原贵人在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上 他的表态是在正确履职 相反面对这些大师大飞问题 如果他不发言不作为 那反而是不合格的 对此刘一鸣称 中国的很多官员 他们很会见风使舵 最开始没有看到 袁贵人发出那种言论之后 马上立挺 实际上就说明 他们开始是在观望 后来发现官方的主流声音 都是在立挺袁贵人 现在他就马上就出来 表明立场去死他 实际上也是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李磊两周前创作的司马南 你在哪里讽刺司马南 一贯极左 顽固坚持共产主义 死不承认共产主义失败的事实 本人却深居美国 作品上传两天的点击量超过5万次 而之前的多首创作歌曲 只是被部分网站屏蔽 但未像这次被所有网站封杀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